好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VOA卫视 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和在伦敦的美国之音的特约记者 威宁连线的时间了 奥运戒而现在正在伦敦奥运上喊战 那么相信这些天呢 各位观众也熬了不少的夜 缺了不少的觉 还好现在到了周末呢 相信接下来您可以补一个觉了 不过呢 在您今天熬夜观看今天的赛事之前 我们先请人在伦敦的威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过去一天发生在奥运会会场赛场内外的一些情况 威宁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小学你好 好的 首先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前几天赛这个赛况的前几天呢 这个中国的金牌数一路领先 那么我们昨天看到呢 美国已经追上来了 在截止到昨天的这个赛事结束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金牌总数和中国的金牌总数已经持平 但是美国的奖牌总数已经超过了这个中国的奖牌的总数 那么请你介绍一下 你看一看接下来这几天的这个赛事呢 这样一种胶着的状态会不会有什么改观 也许会有所改观 因为中国其实痛失了一些他们原先预算要拿到的金牌 像是昨天的自行车赛他们就没有拿到 原来由金牌调到了银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预计中的金牌并不如想象的多 目前中国是总牌数是34面 那美国是37面 也就是说在这样子下去的话 很可能美国可以超越中国 就看接下来几天他们比赛的项目 目前中国的金牌数是18面 美国也是18面 但是中国在银牌方面有11面 美国是9面 也就是少了两面的数目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还是暂时领先的 所以就看看接下来的表现 是的 其实两国家双方都还有一些 这个强势的项目在后面 尤其这个田径的比赛今天已经要展开了 不过谈起来昨天这个自行车的比赛 出现了这个意外的状况 让中国损失了一枚这个金牌 虽然这个自行车两个选手 在决赛之前两度地打破了世界纪录 但是还是没有拿到这个金牌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出了什么情况 这个事件是非常戏剧性的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个先骑者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冲刺者 先骑者跟冲刺者 他们的交接线是一条白线 在这条白线上是非常容易犯规的 如果你超越了 先跑了 或者是压线了 就会被扣点 那中国的两名选手是 郭爽跟郭金杰 他们一路都是领先的情况 也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决赛 果然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也以最好的程希 拿下了应该是得到的金牌 但是就在他们在欢庆的时候 因为这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的第一面金牌 突然间荧幕上打出又重新打了一次 这一次呢 中国并没有在金牌的位置 而是调到了第二名 由元新年来的第二名德国拿到了金牌 中国对于这个决定 当然是非常的不满意 而裁判呢 他们是看了木影带倒带的结果 发现中国有压线的嫌疑 所以他们认为在这个压线情况下 必须扣点 中国对于这个也已经上诉了 那之前的地主对英国 也是在这条线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问题 被取消了进入决赛的资格 那根据第三名澳洲选手的说法是说 他认为在最后的15公尺里面 竞赛是非常激烈 非常快速的 但是中国的选手 确实是有提前换位的可能性 在他来看 这个也是犯规的 所以中国因此也痛失了这一面金牌 是相当可惜的 是 听起来相当可惜 那么在前一天呢 也是因为这个规则的原因呢 反倒是因为这个几个国家的这个选手 在羽毛球场上 这个趁着这个规则的漏洞 在那边打输球 引起来这个丑闻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议论纷纷 不论是羽球场面 场外 每个人都还是在谈 那就在昨天国际羽球联盟 下的最重手之后呢 今天那个国际奥委会 也接着表达了他们的关怀 他们对于涉案的八名 八名选手的国家 也就是中国 韩国跟印尼 发出了指示 希望他们在各国的奥委会 继续调查相关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教练 或有其他的人缩死 而造成了这样 不公平打球的结果 那奥委会对这件事情的关心呢 证明说他们还要继续调查下去 也就是如果以后各国奥委会 提出来的报告 并国际奥委会不满的话 他们都可以进行干涉 那目前这八名被取消资格的球员呢 他们的参赛证 以及通行证 已经完全都被取消了 这就是说他们不能够 在自由进出所有的赛场 甚至于不能待在那个奥运村里面 韩国呢 已经决定今天 把他们四名被取消的拳手 以及一名教练送回国 好的 最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飞鱼啊 菲尔普斯 昨天又再度发威啊 拿下了这个200米的混合勇的 这个比赛的冠军 不过我想请你在最后谈一下 这个英国啊 东道国 在这个奥运会 这一次奥运会上 有没有取得什么瞩目的成绩 菲尔普斯果然是表现得非常好 他破了两个纪录 大家都很恭喜他 那英国东道国呢 他在前天拿到了二斤之后呢 昨天居然一口气拿下的三斤三银 表现得非常好 那这个也让他们全国的欢庆 但是这一下子也让那个 黄家邮局非常的忙碌 因为黄家邮局事前说 只要我们英国栽架了一面金牌 我们就要连夜赶攻 去印一个金牌选手的那个邮票 纪念票出来 所以呢 昨天拿下的金面可是忙坏他们了 他们现在要连夜赶攻三面金牌 总共他们现在已经出了五面金牌的那个纪念邮票 那要在隔天的中午之前呢 就可以在全国五百个销售点里面销售 待会我要去看看是不是我们这里的邮局呢 也已经开始销售了 那除此之外呢 英国的那个志工们也开始在网络上面拍卖 他们所那个开幕里面所得到的道具跟服装 最高的甚至可以卖到五千英镑 相当于九千美金了 那这些都是有关英国这一次奥运的花絮 嗯好的 相信这个民众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发一发这个奥运财 我谢为您给大家带来伦敦奥运赛场内外的最新的消息 谢谢再见